家有一人,全家废人!张韶涵遭控气阳九年曹西平暴气帮喊话。 台湾女星张韶涵无论歌唱演艺事业都在一线之列,不过却在2009年被已经离婚的父母共同控诉气阳,让她在台湾的演艺事业大受影响。 近几年来好不容易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,日前又被舅舅江李乐指控她弃养父母,这一次连台湾演艺圈的大前辈曹西平也看不下去了,直接在脸书写了一篇《家有一人全家是废人》的文章来暗讽张韶涵家人。 张韶涵过去与母亲感情非常好,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,没想到最后竟然为了钱而翻脸,两人最后形同陌路。 张韶涵这几年好不容易在中国演艺圈站稳阵脚时,隔九年又再度被控诉气阳,只能说张韶涵的演艺事业真的被家人拖累不少。 因为这件事,让十分关心演艺圈新闻的四哥曹西平也忍不住发声了,表示当艺人真的很悲哀,要让大家这样子说来说去,当家人出来指正义的时候,还需要解释为什么,甚至在脸书写了一篇《家有一人全家是废人》,获得许多网友的大赞。 以下是曹西平在脸书所发的全文。 虽然对于张韶涵和父母之间的事情,我们是局外人不可能会完全了解,不过身为父母的一直这样出来刷存在敢破坏子女的事业,真的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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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